第三項七題,以物體做直線運動,其速度V與時間的關係如圖所示 則下列何則可以表示其運動物體的速度與時間關係 它所寫的公式就是V等於V0加AT 這個V0就是時間為0的時候的速度 從圖上看到的是10 所以我們這個答案就知道是A或B的其中一個 接下來我們要找到這個是A A就是要花多少時間有多大的速度改變 圖上顯示我花了2秒鐘,那0秒的時候是在10 2秒的時候是在20 所以花了2秒鐘變化了10,所以加速度是5 所以這個A就是5 因此我們就知道我們的第三項七題答案 則下列何則可以表示此物體運動速度與時間的關係 我們答案選的是A,V等於10加5T